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說 香港人北上的瘋狂程度有多誇張 你說想去吃東西、飲食、消費、玩樂 也是在所難免的 因為覺得很多時候 香港的價格簡直是沒辦法 可以堪得贏深圳 但是我們始終說到 有時候看東西不是只看價格 平價究竟有沒有好東西呢 有人說你用十多年前的眼光去看 當然沒有好東西 現在的環境變了 不是這樣的 平價也有好東西 這次跟大家說 有位香港人 香港牙醫食水心 說北上深圳洗牙 全套服務埋單 知不知道多少錢 42元 沒錯 42元 42元 替你洗牙兼拋光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划算呢 我們現在和大家一起看看 為什麼 有人覺得 你笨而已 是這麼划算的 慢慢討論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究竟是香港吃水心 還是本身 要這麼貴呢 這個問題可能會 令到很多人會 三思 說到 這次有位香港男士 分享他的經歷 我們看看他整件事的過程 才慢慢研究一下 他就說 很不滿 本地的牙醫 騙錢又難預約 他寧願北上深圳看牙 也不願意留港消費 OK 他說他曾經去過深圳洗牙 他說用團購加上手機程式 預約 只是54元 他說 怎樣呢 他首先 上載了一些預約圖 他說他買的 全口超聲波 結牙 洗牙 拋光 套餐 原價378元人民幣 現在團購價42元 原價408元港幣 現在42元港幣 差不多接近 十分之一的收費 究竟 行不行 難道 廉價鬥窮人 我不夠說 賤蜜鬥窮人 廉蜜鬥窮人 他 北上洗牙 大贊 完全沒得撐 怎麼沒得撐 整隻 不是整隻 整棵牙 每隻牙 牙醫跟他擲 擲完 然後再拋光 好像洗車 這樣 不單是幫你 和你洗過水 把車子擦乾 他真的很細心幫你 六穎在這裏 跟省所以立令 香港隨意地隊行臨票結果算數 這樣引起大家的關注 覺得香港得到anya 還是會季colljm 姑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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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你覺得香港的牙醫和專業醫生是牙醫嗎? 有人說 Jill根本不值得這麼貴 大家有沒有看過眼科 有沒有試過塞眼跳針 我試過 我忘記了 不要說忘記了 應該說是若干年前 我走去因為眼跳針 大家也知道眼皮底發炎含濃 那次我看不到 自己也看不到 有人跟我說你的眼神是眼跳針 我說不是吧 我沒有看過什麼髒東西 我沒有看過不應該看的東西 沒理由是這樣的 他說是呀 然後你照鏡看 我說是呀 有一邊上蓋眼簾的位置 就說是腫了 生了一個瘡 後來 就去看醫生 那家人叫我去 王國 其中一棟很多眼科醫生的地方 然後就去找醫生 那醫生說 這些發炎而已 很少問題 1000元 1000元 若干年前 應該呀 起碼是十幾年前 然後我呆了 英俊剛做事 沒多久了 十幾年前是不是 差不多了 我呆了一呆 1000元 你也沒辦法了 就像這位事主那樣的心情 是不是找我笨的 當我羊股 他很簡單 他又不需要怎樣下麻藥 他總之 你眼睛 我又沒得合起來 頂不了 他就被迫著眼睛 看著他找一枝很粗的類似針筒的物體 把我的瘡 幫我抽籠 我心想大咬 真的 你不要把我的眼睛刺進去 我死了 我真的很害怕 流汗 那人正正是 很快就完結 塗一些眼蓋膏 因為之前我有塗那些眼蓋膏 也不行 先去找醫生 我也想節省這些錢 但沒辦法 不行 燒不了 很快就完成 兩天後就沒事了 我就覺得1000元是值得付的 很快就沒有後顧之憂 你問我手勢好不好 這樣就刺進我的眼睛 就覺得好 又不痛又不用麻藥才厲害 其實不是說沒有 他應該輕輕在我的眼簾附近塗一點 沒那麼痛 因為你知道 反應的 你一動眼簾的位置 就會縮的 即是斬眼 其實他也要 很穩定的 那位醫生 當然 你說剛才的牙醫 香港的牙醫 大家有沒有洗過牙醫 我記得我很多年前洗的500元一次 我自己覺得500元也貴 但其實是比較便宜的 近期我也有洗的 在說1000元左右 1000元左右 有人就覺得很貴 1000元洗牙 我記得那次是尖沙咀洗的 尖沙咀洗 是不是很貴呢 有人就覺得很貴 有人覺得應該值42元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很可笑 大家竟然覺得 42元 和你洗整棚 是值42元 你完全是不是有些侮辱的成份 我自己就這樣看 我不算你那些什麼 舖租貴 我不說這些 我只是說 我相信他的專業之間 原來 那些牙醫聽到的心酸 以後沒有人讀牙醫 沒有人讀這些 沒有人做醫生 沒有人做專業的人士 就像那些律師一樣 有時候說每分鐘和你計時 我們逐分鐘和你計時 然後就給你一張單單 十幾萬 談了半小時 舉例 這次律師費十幾萬 哇 這也是 你說他隨便洗 你也能看得到有沒有變化 你通常一個人 如果你本身爬牙 保持得好的 沒有什麼牙石 沒有什麼鑄牙 沒有什麼煙漬牙漬 咖啡漬 他也幫你清潔一下 然後 跟著 拿著超聲波 把牙石 Care Personal 有些可能會用什麼劑噴 把牙齒尾白 收你幾百至一千元 原來現在42元 如果你用42元覺得這才合理價錢 完全侮辱了牙醫的專業知教 我真的從心而論 我沒有這樣的天分可以做牙醫 但我們也知道做醫生也好 做這些專業人士 他們真的開山砍石經過幾經辛苦 讀多少書 付出了多少精神時間 你到最後拿到專業資格 你幫人洗牙人告訴你 你的專業資格只值42元 你去做了 洗大餅也不如 真的 你要去比較一個清潔的 一個去洗碗的 在你們眼中看不起基層工種 地盤也好 並非專業的人士 隨時賺他的錢 比這位牙醫還要多 如果你是這樣說 42元找人幫你洗牙 42元是一個什麼概念 香港只吃一碗粉 魚蛋粉 甚至乎是吃碗雲吞麵的價錢 原來洗牙是應該要吃一碗雲吞麵的價錢才合理 大家覺得合不合理 不是洗一隻牙 是整排牙 真的是 我覺得完全是有侮辱的成份 真的誇張 真是慘 我聽到 不要介意我這麼說 誰還願意讀書 我幾經辛苦讀完書 你不是質疑我的專業資格 是完全是 漠視我那種專業的成份 難怪有人覺得 有些故事是這樣的 你壞了一個電子東西 或者賣了一些東西 或者可能電器 家裏調製等等 然後找一個電工上來幫你看 電工不用三分鐘幫你搞定 然後你跟別人說明明事前就說500 然後這麼快三分鐘搞定 很容易 兩塊水 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 乘機在當成色人壓格 我已經聽過這些 有人就說你這麼容易 兩下功夫搞定 不用那麼多錢 你完全是 我覺得你是在詆毀別人 當然我不是覺得天價才是合理 又說一個例子 我曾經聽過 有一位健身教練 曾經有一位名人 或者你當作歌手 去找 健身教練 有一位健身教練 這位名人就問這位健身教練 上禮堂要多少錢 這位健身教練 就是這樣 如果我開得 太高的價錢 舉例 一萬元四堂 即是幾千元 2500元一堂 會不會太高呢 於是他就開 六七千元 四堂的舉例 然後沒有消息 然後他就問人 是不是我開得太貴 然後有另一位朋友對他說 不是 是你開得太便宜 人家不敢找你 你太便宜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留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你這些東西這麼便宜 是不是有景色 是不是假的 在我眼中的價值 我要確保你的質素 因為我尊重你的職位 你的職業付出了那麼多 你是專業的 原來你的專業值42元的時候 真的是 有點過分 但是這位港人又覺得香港 這些洗牙完全是 來找笨兼掠水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在內地有很多這些叫做洗牙 牙科 植牙 補牙的失敗事件 我們之前也說過曾經有位港女上深圳補牙 幾百元就能搞定了 在香港幾千元 但是他補完之後發現到 手勢極差 牙磨得沒辦法恢復 甚至告訴你 便宜莫貪 真是極度後悔 在深圳補牙 其實 有一件事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深圳這些所謂的植牙好 洗牙好 總之關於牙科的東西 你要一定 這件事真的要告訴大家 警惕 那些低價的套路 隨時當了水魚 被人當作洋股 你也不知道 為甚麼 舉例 深圳 1980元 植牙有沒有古惑 有古惑 究竟有甚麼古惑 很多牙科為了吸引顧客 採用一個極低的方式 舉例 縱牙 一粒 1980元 去吸引你 通常這群客戶群都會被吸引 去到店舖發現 縱牙織牙是1980元 就是這一種 體驗 原來 裡面有巧妙 是 只種 牙體 但是不包括牙罐 不包括其他檢查費 不包括其他手術費 即是說到其他雜費 加加賣賣 要六千多 正所謂一元一隻雞 薑蔥 豉油 各一百 明白我的意思嗎 去到這個位置明白了吧 另外 另一件事就是 菌綁式銷售 很多 其實這些所謂的牙醫 或者口腔的機構 他用1980元的例子 你去到那個地方之後 你發現到 一隻牙 真的1980元 但是告訴你 不好意思 我們這隻牙是雙計 甚至乎三計的 什麼是雙計二、三計 你不能做單一隻 一定要做兩隻 甚至乎做兩隻或以上 那兩隻就 1980乘二 大家三千多 就當你這樣算吧 不是的 不好意思 換句話說 第一隻可能是1980元 第二隻 可能已經3980 即是3980元加1980元 甚至乎第三隻牙 就告訴你 第一隻是1980元 第二隻是1980元 如果你中第三隻 可能第三隻已經4980元 加起來很可愛 對 沒錯 他用這種套路 去屈你機 你以為很划算 正所謂那種 孖裝很划算 原來除開 比單支還貴 這是我們平常在超級市場也看到的套路 另外 便宜的 是不是真的沒有好東西 大家都明白 所以剛才我說的那種 健身的理論 其實可以套入到這些牙科 我給你這麼便宜的東西 你以為 舉例 你500元的價錢 你以為在香港找到一個嫁妹? 給你 給你相信你覺得一個假扮 是不是你懂日文的 是不是 你根本不是日本人 你這些心態 大家都明白 其實 說到有些牙科 採用一些沒有臨床認證過的 種體 去進行這個種牙 而這些植牙 說到1980元的價格 當然是沒有質量的保證 你不懂 它又隨便找一些不知什麼 種下去 會導致你 出現了一些 傷害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 經過我們的皮膚 經過我們的肉 經過我們的骨 因為我們植牙 會 植入我們人體的物質 例如我們做心臟通波 或者各類的小手術 需要一些物質放在我們身體裏面 如果本身這些物質沒有經過 很專業甚至很認可的廠方生產的時候 你想想 那個危險有多大 整件事很刪債 你明白我所說的嗎? 你想想想 如果你本身 是純粹想植牙 你沒有病沒有痛 你相信這些便宜的東西 很划算 插在嘴上 一會兒 輕質發炎 或者重質 釋放後毒物 生癌 之類 你真的 這些是不能回頭 所以 也告訴大家 有時候 你可以想到 你想想 三十多元 四十多元港幣 跟你去做這件事 你可以預期得到 賺到什麼錢 燈油火立薪 不用錢 這位牙醫 他在你的四十二元上 一個牙醫那麼辛苦 讀完好像我的理論的時候 他貸得那麼少錢 你做不做牙醫 你會不會想到他根本是二線三線 甚至乎是一些實習生 被實習生混淆不堪的人士 所以 我不是刻意去抹黑 你想想 四百多元的原價 可以跳樓價 變成四十二元的時候 他本身吃水好心 吃水好心 他給你什麼理論的時候 你就真的要小心 所以這些東西 你是要找一些可靠的 何謂可靠呢 你不是跟他的價格上 覺得 不要緊 四十二元不行 就當下跌了 為你的牙齒 沒有了就沒有了 是不是 回不了頭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要因為 香港好像吃水深 內地那麼便宜 有一個比較之下 就覺得 香港是洗牙 或者做這些東西 是穩品 另外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 如果 好像我們之前說的一件事 記得嗎 有位港女在內地 洗澡 踏骨 滑腳 跌斷腳 人家的 養生館 最後也是不陪觸 甚至是告訴你 你一離開香港 就不能回家 這些醫療的 收費 甚至是保險的收費 遇事的時候 責任誰屬 如果在醫療上 洗洗牙突然出現了事故 你說你一定要回香港的時候 別人告訴你 你回香港的時候 我們就不管了 香港可能又未必有人願意接你 為什麼 因為有什麼事 他跟了之後 他就是 最後一遇的那個 有什麼事 他要什麼票 他又不知道上一手 在內地的醫生 跟你做了什麼 所以 你到時候變成了人欲球 你自己變成球 踢來踢去 這些也是告訴大家 不是說我要說什麼 令到大家恐懼 我們是要用一個 精明的消費態度 去看 這麼划算 就算我和我坐腳皮 我也要想想 你拿一個什麼票 跟我划算 你以後拿一個 划算蘿蔔 跟我划算 我的腳也要給你 對吧 有時候 價錢決定質素 這是震 不變的定律 你想 無後顧之憂 一局搞定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錢是值得要花 很多人會貪小便宜 買東西也是 便宜 你也是買個款式 買了一件款式 跟 他來 跟劉德華同款的外衣 拿回來 走光 縮水 不適合 便宜 又扔 然後買了幾件 都是不適合 所以最後你死死氣就買一件 Origion 原裝的 幾千元 是不是 浪費了也無謂錢 這些也是提防大家 便宜莫貪 聽完之後 不要說你不要 不要這樣 這些東西要想清楚 好 今天整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